疫情宅在家,一家人多了时间相处,但一讲到钱,就往往怕失感情,要避免家庭,婚姻,感情关系被个浅自破坏。美国心理治疗专家Michael说,以下9点一定要知。 1.69%婚姻问题不断重复。婚姻及感情关系的冲突当中,只有31%是可直接解决的问题。其余69%都是一些,长期不断重复的劳都问题。例如饭后谁应负责洗碗,应花多少钱去旅行等。 2.不同生活经验所致。这些长期不断重复的劳都问题。源于双方不同性格,不同需要,及二人婚前,或建立关系前,不同的生活经验。 3.想解决,先学讲钱。要解决这些劳都问题。夫妇及情侣首要学懂讲钱。即是一开始便要习惯双方一起讨论及处理金钱事宜。 4.前种存在,在实际婚姻或感情生活中。前种事存在,别妄想可以避而不谈。 5.前关乎信任。金钱通常关联着我们其他价值观。例如信任与诚实等。所以,若双方在金钱上不能建立互信。在其他方面亦难以建立信任。 6.由互相坦白开始。想避免讲钱相感情。要由互相坦白开始。且是长期持续建立双谈的习惯。 绝非单谈一。两次就算。7.谈什么。要向对方坦白交代的有三项,自己的花费习惯。 7.心目中的金钱哲学。及长期财务目标。8.何时谈。一结分辨要讨论。更理想的是。在婚前或以认定双方关系时。 变坦诚交代学生贷款。信用卡数及负债等。既然决定牵手走下去。就更需要互相了解财方。 7.为一起建立未来作出安排。商讨出共同接受的方案。9.由前出发。成功的婚姻或感情关系。建立于互相坦诚及信任。所以,别怕跟他,他赶钱。就由前出发。发展更深入更健康的关系吧。 8.借钱给子女前六大须知。养儿100岁。长休99。看见子女需要帮。无论子女还读书或以成家立室。Super Dad都肯想出手。但为了日后每年父亲节大家都还一样开开心心。 9.理财专家说,借钱给子女前,有以下六大须知。做子女的,向Super Dad借钱。虽然真是免入识证明。不用填表,兼不收手续费。但都要讲以下规矩。 9.其实,这六大须知。Super Mom也一样合适。1.只借出不等花钱。即是说你用来应付日常开支的钱。不可以借给子女。也不可以影响你原本的储蓄及退休安排。千万不可以将你自己的将来为子女抵押了出去。 坦白和子女说,你有退休安排,将来不用麻烦到子女。这是对他们好。2.预了些钱没回头。借钱给子女之前,先问一下自己。如果不钱没回头,是否接受得到?接受得到先好借出去。只要有半点犹豫。都要say no。3.要清楚些钱怎么用。 想着借钱给子女找卡数。谁知道变了新手机回来。理财专家说,子女要开口借钱。即是理财能力麻麻。所以,帮之前要知道他们哪个位出事。看一下是否要再培训。可以顺便set做借钱条件。你还要看实借出的钱怎么用法。若是找卡数的话。可以不经子女手直接还给银行。又或者分开几笔逼方。总之不好一不过。 以免一次过太大旧钱又乱来。4.拿正做。子女当然想着会还钱。但想着有时跟现实会有些距离。为了等子女做个负责任的人。所以要拿正做。好像银行那样。事前讲明什么时候还。是不是分期还。 多钱利息。迟还点罚息等。认认真真感谢给她。还有。事前要讲明。一旦日后子女经济情况改变,被人裁缘。 转工后赚不回一样钱。辞职生子之旅。还款会有什么新安排。开头可能有点尴尬。但好过日后连家人都没得做。 5.赋与母要同一阵线。两公婆要谈备数。一起在场兼同意所有条件。 先可以借钱给子女。问题不是在于一个深远些。会被子女有灰色地带成虚移入这么简单,也不要以为借出去是你自己的钱。 不用说给配偶听,事关一个不幸。你行先一步。你配偶接手搞遗产。他不知道你和子女有这么多钱银交割。 到时候和被拗。只会令他难做。6.白纸黑字。所有条款、银码、还款金额、年期等都要白纸黑字写下。 然后签名作实。就算是家人。都要当做商业交易那样。跟逐条款认真对待。事关子女那样才会学会负责任。无论他多大个都好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